来深圳真的住过很多次经贸JW万豪 经贸JW作为商务品牌 位置优势明显 坐落于深蓝大道 地铁车供庙出来也就200米左右的距离 得益于旁边就是高尔夫球场的关系 景色十分开阔 有一种闹钟取静的感觉 踏过门口的湿旧地毯 穿过一个层高被略微拉低的前厅 直到金色的立柱逐渐显入其伟岸的身躯 才给人一种JW该有的宏大感 深圳似乎不允许滑步时的东西 这些立柱除了起到了烘托气势的作用 其实还承担了照明系统的职责 几乎通高的尺度 足足有两层楼高 很像一个大型的落地灯矩阵 让几乎没有明窗的大堂 无论什么天气来都那么的明亮温暖 两侧水池涌出微弱的水流 似乎有在营造一种舒缓的氛围 礼宾前台在一侧金币辉煌的空间铺开 对面长着翅膀的湿旧雕塑 是一种传说中的巨型生物 发现老牌酒店总爱用鲜花装点楼梯间 这次的客房两面凝窗 采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房间格局比较方正 空间给的很足 浴室呈纵向的布局 大浴缸靠着全景窗 洗手台盆酷似一艘漂浮的小船 沐浴备品用到的是Portico马鞭草 浴袍上是旧logo格外贵气 JW的拖鞋真的每次都必须拿回家用 由于第一天夜床送的两个夜麦巧克力都被我吃掉了 结果第二晚夜床的时候服务员直接留了四个给我 心想他对我的备注肯定是这位客人很能吃 这次的房间直接就在27层的行政楼层 与行政酒廊就只隔着电梯间 进水楼台先得月的好处 就是酒廊几乎成为客房延续出去的一部分 所以除了在房间睡觉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行政酒廊吃吃喝喝 还在这里打印了一些资料 酒店设置有一个露天泳池 景色直面平安中心 不太冷的知识 这里是羞羞的铁拳的取景地 同在一个露台的还有晚上才营业的酒吧 中间的有样熊格外吸睛 早餐建议试一下可颂和蛋挞 真的不输正儿八经的面包店 有个榨汁机可实现层汁自由 重装后的中餐厅更具中式韵味 主打了奇亚子脆皮胡须鸡 上桌自带自我介绍 鸡皮十分酥脆 奇亚子的加入更达到了超级加倍的效果 晚收140玻璃虎虾球 虾肉洁白如玉 切开后白葡萄酒香气四溢 入口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 餐前餐后的两道甜点 都做到了现在网友对甜食的最高评价 不甜 上桌仙气飘飘 口味很清爽没什么负担 总体吃下来还是很舒服的 我是派克 我们下个酒店见